與蕭永青對談,踏入第二節 我們這一節就講回香港 香港其實很奇怪,政治這麼動蕩,又有疫情 不過經濟狀況,其實現在來看 如果在樓價、地價上,開始反映了出來 還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其實就有一定的反映 我們大部分人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是因為用貨幣去衡量價值 但你要知道在這段時間 各國都QE,美國還無限QE 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差不多膨脹了一個開 數以萬億計的錢出來了 這些錢就 不是價錢來的,是真錢來的 可以賣東西的錢來的,是美元來的 所以,多了這麼多錢之後 全世界的資產價格都會上升 房地產是一個 叫做real estate 即是真正的財產 它肯定會分到份 所以現在,香港的樓價 以達拉斯斯來說,是升了一點 或者沒有什麼大跌 其實不是等於它的價值 沒有下跌 我之前也有說過 香港的樓房地產 是使用價值消散 交換價格上升 使用價值,即是你用這個物業 可以製造出來的經濟價值 是下降的 例如一個舖位 以前 它有很多銷售對象 又有海外遊客 又有大陸來客 每個月做到的生意 數以千萬計 收租,就收你幾百萬都可以 現在沒有了 這麼多海外遊客 也沒有了大陸下 飛機都不飛 那麼它的舖位 就賣不到這麼多東西出去 賣不到這麼多東西出去 它的價值 就會下跌 一個寫字樓 它本來香港做很多生意 生意少了 它一樣 價值會下降 例如 住宅 香港人失業多了 收入少了 它的租金馬上下跌 尤其一些大學附近 以前租給了很多大陸留學生 現在少了 它便租不出 所以 在物業的使用價值上 就下跌 租金是下跌的 但是 由於貨幣增加 如果你賣出去 賣出去就不只是看眼前 看投資價值 看其他的資產 實際上香港的樓價 只是賣到跟去年差不多價錢 升得升一點點 你看黃金升了多少 銀升了一個開天 金都升了幾成 差不多四成 人人人升你沒有成 你很喜歡拿金 人人升你沒有成 你沒有升你是不是下跌了 你是相對下跌了 所以實際上 香港的樓價 是相對下跌了 不過 下跌的情況 香港就沒有學有些人說 說香港 每個移民每個走資 如果每個移民每個走資 當然不只這樣跌 如果真的走資的話 第一樣就要賣樓 因為樓不是馬上賣得出的 賣一賣都 兩三個月限制 如果所以信心不足 樓價就不是跌那麼少 你在司官點裡面 你寫過 估計有三百多萬 BNO的人口裡面 上次寫說 估計有低於百分之十會走 如果簡單計一計 都三十萬 其實數字都很多 當然是多 現在你冷靜一點 再去看看 過多了幾天 你的估計是否還會這樣 走不走 其實是看香港如何演變 如果你說 演變的情況 去到相對壞的方向 將來可能走的人 會多些 但是如果照二… 你估計這個數字 其實你估計這個數字 我都會有些… 我說 不超過而已 你兩個都不超過 兩萬個都不超過 所以 我自己認為 暫時 不會太多人走 因為你問一個人 對社會 或者對政府 有沒有地方不滿意呢 你用一個理想 用一個標準去比 可能很多人都不滿意 但當你要走的時候 是一個現實來的 你要去到那個地方 你有沒有辦法 找到經濟上的收益 去支持你那邊的生活 這是很現實問題的 你去到有辦法 在那邊生活 生活的質素 是否好過這裏呢 實際的選擇 的空間 自由度 是否多過這裏呢 不只自由可以 可能很簡單的 有否潮州 送食 都是一種自由的選擇 變成他會面對 很多實際的選擇 而香港實際上 可以提供到 給一般人的選擇 和保障 是不太差的 所以他有得走 都未必實走 一般普通市民 或者情況 我們還要觀察 你接觸的 譬如富豪級的 財經人士 他們的看法又是怎樣 他們會否走 有條件的人 除了我之外 很多都作了安排 他們是 除了你之外 意思是你 我自己在 朱蘭也寫過 我說 我出生在 一個中國人的家庭 是上帝的選擇 不是我的選擇 我爸爸製造我的時候 我是男還是女 他都未知 他怎知道製造了甚麼出來 這是神的選擇 我不會改變神的主意 突然間他會說到你信基督教 這個神可以是天上的父 天帝 是一個超越我的力量 人對自己的 這方面是無從選擇 所以我是 基本上我不信命運的人 但這件事我是宿命的 所以我沒有作其他安排 所謂作了安排的意思 就是他們很多 他們有移民 有些是已經去過坐移民間回來的 有些是坐了一半 沒有坐下去 但他都還有居住權的 香港現在要離開 不是那麼難 是要出去生活才是難 我相信大陸 可能不承認BNO 他不承認BNO是一個旅遊證件 他不會不讓香港人移民 英國都可能 你不用BNO 你都可以申請 你移民 暫時我認為 又未去到打仗 就未有那麼快 不讓你移民 香港的移民 你隨時都可以申請 看看別人收不收你 還有你有沒有能力在別處生活 你講到打仗 很多人都說 南海是一個火藥庫 也有些人說 會不會有一個擦槍走火 或者熱戰 你覺得呢 打核子戰爭是不會的 因為你看 跟北韓沒有打 跟伊朗都沒有打 面對中國 打起來的災難性會更加大 美國是不會輕易去冒險的 但是美國也有人主張 打一場常規戰 局部地方的常規戰 例如趁南海擦槍走火的時候 一次過消滅你的海軍力量 空軍力量 起碼美國 是有這種聲音的 而且美國是 這麼多年來 不斷地打仗 打完航戰 打越戰 打完熱戰 又是阿富汗 又是伊拉哈 又是敘利亞 是不停的 他是習慣用武力 作為政治的延伸 去達到他的目的 之前那些小目的 現在要制約中國 是他的大目的 你覺得這次 不排除他有機 規模是否會大 規模是否大 不知道 意義會大很多 如果他做這件事 去達到某些政治目的 他會做 如果他說達不到政治目的 帶來政治 再難的 當然不會做 但是我說 美國內部 都有主戰派 認為美國要用他的軍事力量 去完成他的某些政治目的 所以就不可以完全排除 但是在我見到的情況 現在是不會出現 因為中國不想打 都很明顯 我們這幾天見到 中國的一些外交部 那些聲明 其實都相對來說 是溫和了很多 當然看看去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說你的飛機 飛了去中國領土 如果你只是飛在南海 所以中國認為他的領空 某些位置 中國可能暫時都未必要動 但是 美國對中國的制約 是準備出動一切可以出動的手段 這次會不會是你 譬如過去營商這麼多年以來 這次的大局博弈 是否你應該面對過以來 情況最嚴重 這個可以說是中美的摩擦 或者矛盾 去到這麼激烈 以及不可扭轉的程度 以前沒有出現過 勢必影響整個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可能要重新定位 重新選擇他站的立場 以及他回應中美角力的時候的態度 所以世界是正在變 做生意的人都被迫要面對適應 今天跟施先生在與施敏青對談 暫時談到這裡 我想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節目的內容 更加了解他的看法 我們其實很想透過這個節目 令大家對於一些社會的事情 有多一些角度可以去分析 不只是靠一些聽回來 或者看回來的資料 還有一些深入分析的部分 可以讓大家去嘴咀一下 今個星期我們談到這裡 下星期我們會和大家繼續談 我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